你见过这样的房间吗? 牧师所及纯白雾暇只有一张大床 如果能在里头住满50天就能赢得500万的奖金 不过这里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 如果你怕寂寞可以带着伴侣参加 中途觉得无聊了随时可以推出挑战 但如果游戏结束时只有一人坚持到最后 那么奖金就会降至100万 除了看不见外面的阳光 这里的设施一应俱全 三餐也会准时供应 怎么样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热爱电影的阿达娜 今天带来一个夫妻反目的故事 为了成为百万富翁 麦克带着妻子凯特住进了这间纯白的房间 他们激动的满地乱跑 尽情畅想着出具后的生活 麦克想成为艺术家 凯特则想搞不投资 让钱生钱无穷无尽 俩人做着美梦 兴奋到睡不着觉 又担心房间里有摄像头 不敢做更亲密的事情 就这么生熬了一整晚 第二天一早 夫妻俩起书完毕 挑战也正式拉开序幕 起初他们用闲聊打发时间 可中年夫妻能说的话题就那么多 两人很快就无话可说了 他们面面相聚 感觉有些尴尬 于是凯特开启了冥想模式 试图忘记时间的流逝 麦克的做法刚好相反 他紧紧盯着倒计时 心里很激动 因为每过一秒钟 就意味着他又多赚了一块钱 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夫妻俩开始玩游戏 可这些幼稚的小对抗 小追逐 实在不适合30岁以上的成年人 他们很快又陷入了空虚 主办方提供的餐食也令人感到沮蹭 完全无色无味的耐心 最多能维持生命体征 和美味完全不大便 他们苦苦熬到底27天 房间里突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是一只甲虫 麦克如获至宝 给甲虫提名小黑 还将自己的食物都倒在地上给他吃 然而就在这时 广播响了 看着狗言残喘的小黑 麦克十分心疼 当即决定打开大门 送宝贝宠物离开房间 然而这个举动 却遭到了凯特的强烈反对 虽然麦克再三保证 只是把小黑送出去 自己不会离开房间 但凯特却担心 开门按钮按下后 主办方会不会认为 是你想退赛 从而把奖金降到一百万 凯特的担忧不无道理 然而自识的麦克 根本听不进这些话 小黑是这段 枯燥无聊的时间里 唯一给过他乐趣的家伙 怎么能尽死不救呢 夫妻俩谁也不肯退让 房间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凯特和丈夫讲不通 气冲冲地准备离开 却不小心猜到了什么东西 Mike瞬间就一梦了 他抱着小黑的尸体 走到角落里一花圈圈 夫妻俩也因为此事 冷战了整整两天 时间来到第三十天 Mike实在是憋不住了 就跟凯特商量 想先预知奖金中的十万块 购买房间的盲盒福利 凯特一脸冷漠 想兑换可以 但要有你的那一半 原来早在进房间 两人就已经分配好了奖金 Mike按下墙上的按钮 得到了一支蜡笔 凯特很无语 一支蜡笔十万块 未免也太奢侈了 但对于梦想着成为 艺术家的麦克来说 这简直就是天赐的宝贝 他立即施斩才华 春牌的墙壁上 瞬间就多了一面面 鬼花符 天价蜡笔很快用完 麦克怅然若失 来到厕所洗手 把颜色弄得到处都是 看得凯特归或职帽 他不情不愿地擦拭干净 决定找丈夫聊聊 再这样闹下去 也不是办法 既然想拿到百万奖金 我们还是和平相处 一起努力 把这五十天熬过去吧 夫妻俩重归于好 却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厕所的洗手台上 仅赫然出现了一把枪 他们心里吃饭嘀咕 咱也没一句拆盲盒呀 莫非只是主办方的圈子 两人没有办法 只好将手枪丢到了床下 并向对方承诺 即便推出游戏 也绝不使用这把枪 就在这时 房间的灯光突然熄灭 面前的投影仪被打开 里头是麦克的前女友 还是那么温柔漂亮 凯特站在一旁 冷眼看着这一剑 他很清楚 这是主办方的离间界 就强行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转个天来 夫妻俩依旧无所事事 虽说只要再熬19天 他们就能发大财 可这法味无聊的日子 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麦克为了打发时间 甚至将衣服脱下来 仔细阅读上头的标签 从材料到清洗剑意 都已经到备如流 可即便是这样 时间还是过得很慢 麦克忍无可忍 再次来到了兑换区 这次打开盲盒 需要花费100万美元 他毫不犹豫地按下按钮 一旁的墙壁却突然打开 下一秒 一个身材活赖的美女 赤条条地走了进来 麦克看得眼睛都直了 金毛和妻子解释 都是主办方搞得鬼 我可没想要什么辣妹 凯特虽然嘴上说着没关系 心里的粗意却一阵阵地往外貌 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这天晚上三人被迫挤在同一张床上 为了避嫌 凯特只好躺在中间 可即便这样 他还是久久无法入眠 担心自己一闭眼 丈夫就会爬到人家的身上 另一边 麦克睡得也不安稳 他被关了太久 寂静崩溃 甚至出现了幻觉 认为自己掉进了水中 他拼命挣扎 眼瞅着就要窒息了 幸亏凯特及时将他唤醒 而另一段沉痛的回忆 也随时涌进了脑海 那是麦克小时候的事 他受父母之托照顾弟弟 却因为贪玩 导致叠叠进泳池淹死了 这是麦克内心深处 最难以释怀的痛苦 如今被迫想起 他瞬间就破防了 当即决定结束游戏 离开这里 凯特说啥都不同意 你要是走了 我会损失整整150万美金 事到如今 麦克已经不在乎钱了 可遗憾的是 凯特也已经不在乎他了 当晚 拉美找到麦克 轻声细语地安慰他 还借机抓住了麦克的手 动作体贴又温柔 这一幕落在凯特眼里 就是凝晃晃的出轨 争吵再次爆发 他们肆意伤害着彼此 那些恶毒的语言 就如同一把把利刃 扎向了从前最爱的人 第二天早上 夫妻俩从梦中醒来 却发现拉美已经不见了 而他离开前 居然在墙上留下了一行自己 说麦克对他做了龌龊的事情 这是污蔑 麦克当然不承认 可怀疑的种子已经生根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奇迹 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凯特情绪激动 狠狠退了丈夫一把 麦克厚脑勺撞墙 鲜血瞬间就涌了出来 凯特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查看伤势 嘴里还随随念着 你要是死了 我的奖金也会变成一百万 听到这话 麦克彻底失望 曾经深爱的妻子 已经变成了一个冷血的怪物 这下他说什么都要走了 他告诉凯特 这根本不是什么游戏 而是一面照妖精 照出了我们内心的阴暗 跟我一起出去吧 那才是真正的胜利 可无论麦克怎么说 凯特都不愿意放弃 他受够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再也不想过穷日子了 眼见麦克还要退出 上头的凯特 直接举起了那把手枪 说着他视我一般的 超市天花榜开了一枪 这下麦克彻底心灰意冷 他没有再劝 大不留心地走出了房间 目送丈夫离开后 凯特瞬间探到在地 一百五十万美金 就这么打了水漂 他的爱情 家庭也都随之崩塌了 凯特呆呆地坐在地上 看着面前空空荡荡的房间 一股巨大的悲伤 逐渐笼罩了他 他看着麦克之前 留下的话语 感到绝望又孤独 曾经的他们是那样相爱 日子虽然贫穷 却也过得甜蜜 再看现在呢 他手握百万美元 却失去了自我 就算穿金带银 又有什么意义 凯特花了好几天 才想通知一切 他缓缓站起身来 倒计时还在跳动 只要停过最后两天 就能成为人上人了 可他由于片刻 还是按下了 退出游戏的按钮 时间来到一年后 放弃挑战的麦克 依旧是那个熊画家 这天他正在街上跑步 却意外撞见了凯特 推出游戏后 两人就离婚了 虽然好久没见 但他们依然相互问候 像老友一般金钱 经过这一遭 两人似乎都明白了 相比于物质上的富足 精神层面的充盈 才更加难得可贵 在胡侠的房间里 麦克曾经对辣妹说 爱是人世间最好的东西 那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辣妹却问他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或许这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该问问自己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